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1年10月22号 周五晚上的7点45分 今天的市场指数继续分化 标普500里边有323只个股上行 纳指100表现不佳 领跌市场 今天只有不到一半的个股 49只上涨 今天的道指领涨市场 涨了0.21% 其中有15只个股一半的个股上行 罗素中小盘今天微跌0.24% 其实从今天整个的 涨跌个股的风格上来看 几乎都是和财报的预期息息相关的 财报好的 立马是原地跟弹簧一样就起飞了 那么财报不好的 当天毫不犹豫就被市场给甩卖 风格是非常的明显 今天这个纳指一跌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可能又有一点点的紧张了 那么首先我还是把纳指这边 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如果出现了回调在下周 咱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的结构问题 由于现在的纳指在几个大指数里边 是唯一的一个还没有去到前高的 标普和道指已经是破了前高 所以纳指100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重的 如果下周咱们能看到继续的回调 到什么地方才是最要命的呢 大家看下方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的形成是在 10月13号到14号的这个缺口 那么点数是在14800点 14800点这个位置上 就是把缺口的下焰位置全部回补掉 并且收在14800点的位置上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目前从这一位置 10月4号的周一反弹上行反转到这个顶部 目前的10月21号的周四 这一段结构如果跌破了这个缺口 代表着这个结构的破位 同时也再次会去接近 之前给到的这条红色的虚线 上升趋势线的这个支撑水平线上 所以这个地方是市场要守的 或者说如果你认为 道指有纳指有没有风险 或者风险没有放大 主要看14800点的关键位置 在这个点位之上 都属于纳指的合理回撤 并不需要对结构产生太大的一个怀疑 整体目前仍旧是在突破了关键位置之后 是一个上行结构 还有机会去看到前高 这对于纳指100的一个大致的看法 所以提前告知大家 免得大家也是过一个周末心里面特别慌 讲了之后你周末该玩玩 该放松放松 千万别要太紧张 好讲到这个之后 我们今天来集中先来看几个 两个财报 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 也是具有行业代表性的财报 一个好一个差 那么这个差的就是H1 这是工业股的龙头股票 H1这边今天的财报整体的评价就是前瞻不佳 好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它财报的 目前的一个问题 财报整体上营收是84.7亿 小幅不及预期的85.6亿 那么每股收益是2.02 超出预期1.99 但是前瞻上是给了一个下调 这个前瞻是全年的目前的营收指引是8.05 基本符合之前的预期 之前是8.03 但是销售额这边是344亿 这个和之前给到的349亿是进行了一个下调的 如果按照现在的它的整体的年度前瞻来看 预计整个下个季度的每股收益可能只能去到2.09 2.09并不会有特别高的一个预期 这个和市场的预期的2.12是有差距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 H1在今天的盘中跌了3.17% 就是属于那种前瞻不佳 直接被市场给甩下来的 最近几天看到的很多个股都是这样 财报一出来确实不好的 它就是不好 好的能顶住股价 同时还能够不断的去拉升 市场还是吃财报这套 看来这一次 好 这是对于H1的一个目前财报的解读 它的估值水平 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更新 估值是215到228 还是属于在历史较高水平的位置上 目前回调了之后 仍旧是在高估值的下限位置 如果按照平均的PE水平 应该是在180块到196块的一个位置上 是它一个属于 在平均历史水平上 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 就是低于这个价格 那就是减便宜的 好吧 这是对于H1的一个看法 那么对于它短期 系数支撑的一个强弱上来看 211到215是它一个短期的弱支撑 其实这个支撑也不算弱 就是短期结构的一个支撑位置上 那么如果去到了下方200到209 这个位置就属于一个大的结构 或者说可以阶段性的去认为 H1到底会不会走历史平均水平了 因为现在全市场都在走 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估值 如果它走到这个下方了 我相信可能市场其他的一些股票 应该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问题 就需要大家提高警惕 因为毕竟像H1这样的股票 其实营收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只是有些季度的略微的起伏 如果作为工业龙头 它目前受到整体材料上升 和通胀的影响也会走得很差 那整个的表现就非常的难堪了 可能整个市场就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做一个矛 来关注一下 对于工业龙头股 它到底能不能跑到弱势 大的弱势结构下方去 好 所以这是对于它的一个大致的看法 好 然后再来看另外的一只股票 是这个AXP 这个美国运通 美国运通这边我们看到原地起飞 今天上涨5.41% 主要也是因为今天的财报给的非常的不错 整个的营收水平是109.28亿 上年同期是87.51亿 净利润18.26亿 上年同期是10.73亿 第三季度就是本季度的每股收益是2.27 高于市场的1.75 这个值比市场的预期超出了非常多 超出了26.1% 在这一点上 美股收益上是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市场也觉得非常的吃惊 非常的意外 所以一口气涨了5.41% 是一份非常不错的财报 从净利息收入上 本季度的净利息收入是19.9亿 超出了上季度的18.2亿 和去年同期的18.7亿 都属于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非利息收入这块也是有所增长的 89.3亿 比2020年的同期去84.3亿 和环比的同期度是68.6亿都要高 所以整体上从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 都是一个大幅增长 另外它整个的目前的EPS的指引 是可以去到高端指引 也就是它的高估值的一个估值水平线上 所以现在它的估值水平 就应该是在179到194 共识的EPS是9.43 它现在大概能完成目标 能去到8.9到9.5 最高的是超出市场预期两毛钱 所以179到194 现在我也没有算它高PE 属于一个合理PE水平 所以我把之前写的高PE和低位PE给去掉了 以这种正常的水平来去评估它目前的估值 179到194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好 这是对于美国运通 那么它的支撑位置上 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移 在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横盘之后 在现在的163到177的位置 形成了较强的一个支撑水平 这个位置同时也是在估值水平下沿一点的位置 所以未来后面有往下掉的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考虑 这个地方是可以考虑的 为什么 因为同样我们说作为加息预期越来越紧的情况下 AXP这边其实它和大型的银行还是比较像的 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很多一部分是类似具有银行属性的 那么它这一块就相对来讲 从加息的大背景下是一个大的利好 所以这一块可能后面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 包括金融类的股票 我自己可能要加紧时间 要抓紧去配置了 因为现在整个加息的预计是越炒越靠前 这一块拿着银行股 肯定是吃不了什么大亏的 即便是说市场整体回调 可能金融股银行股也是属于 就是血统比较纯正的银行股 是属于比较能扛跌的 这一点大家理解 就是说不一定是涨 不一定一定只能涨 它也会跌 市场整体回调也会跌 但是比较扛跌 这是我们说要去理解它的一方面 要么就持有现金什么都不买 要么你想买 同时博取一定的上行空间 银行股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后面我再去抓紧时间 再去看看找一些回撤的位置 去做一点点银行股的仓位 先进去再说 好 然后这是对于XB 那么既然讲到了银行金融这一块 就要把另外的今天的一个基本面的东西 讲一讲 再和大家继续讲后面的几只个股的更新 今天银行基本面上银行股确是有一些讲话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讲到了什么 首先银行股确是说 整个的通货膨胀时间持续更长更持久 这个风险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更长更持久的供应链的瓶颈 会导致更高的通胀 这个通胀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这个和之前说的短期的通胀的表述 已经是掉了个个 现在已经再也没人提所谓的短期通胀 这个都是说持续通胀越来越久 好 既然已经认可了持续通胀了 但是现在他就只能往下边要去采取措施了 他认为现在是缩减购债规模的时候了 但是还没有到加息的时间 好 这一点上大家其实也容易理解 11月份下个月 美联储的一期会议上预计宣布缩减购债计划 是一个非常大概率 不说百百吧 可能超过95%以上了 因为今天鲍尾尔再次强调了这件事 已经给市场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但是还没有到加息的时间 那什么时候呢 看就业人数 现在的就业人数比2020年高点还低500万左右 这个人数其实我们在之前讲飞浓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500万如果平均每个月能够增长50万左右 它只需要10个月就能回到20年的高点 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到明年的五六月份 加息的概率都有 就是已经满足了加息的条件 因为通胀已经满足了 那么就业这一块 如果能够完成每个月50万的飞浓就业 只需要10个月 即便每个月只有40万的飞浓就业 也只需要12个月左右 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按照时间来倒推 知道它加息的点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 好 最后一句话就是 美联储将按照计划在2022年的年中 完成缩减购债计划 这个基本上是告诉大家 再次坐实了上次一期会议中 说的关于缩减购债的计划表 最后一个非常关键 这是鲍威尔第一次提到 在2022年的年中有可能会提高利率 也就是意味着有可能加息 大家还记得市场 之前一直在炒作的是2023年加息的周期 但是现在我们说掉期利率也显示 现在6月份加息的几率很高 到了7月份8月份9月份加息的概率会更高 接近百分之百了 所以这是鲍威尔也第一次出来打了预防针 告诉大家2022年年中 如果通胀继续上升风险严重 有可能提高利率 这个话就非常重要了 这是他第一次做表态 所以大家心里边 不要再拿着2023年 是唯一加息可能这种假设 去跟着市场走 你要把整个的加息预期往前提 因为你不能落后于别人 别人都行动了 别人最后都动作了 加息的时候 该做防守做防守了 该做金融的做金融了 那么你还在做一些高成长性的股票 或者说受到加息影响 会估值打折扣的股票比较多的 这种重仓在他们身上 很显然你的策略上就有一些问题 所以把时间点大家自己先弄清楚 好 这个就是对于基本面上的一些信息的解读 跟大家也跟一下 说完这个 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几只需要去跟进的股票 因为在这几只股票 其实最近几天都在讲 但是因为波动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大 所以有新的情况还是及时更新一下 这样大家可能会心里有数 不至于那么的紧张 首先说Facebook Facebook昨天就讲过 但是今天想着它能不能收回来 其实你看今天真的是没有收回来 已经比盘中的时候比盘前跌的还多 盘中的时候跌了百分之五点几 盘前最多的时候才跌了百分之四点几 说明什么呢 说明整个的市场还是真的是抛压比较的重 而且今天是放量 但是今天收的位置比较中性 也没有破掉在10月12号的这个低点位置 因为这个低点是一个抄底形态 这个低点是一个抄底形态 在这抄了底的往上跑了跑 那个时候跑出来了 但中间就昨天出了一个snap的一个消息 所以现在整体又下来了 但现在怎么看它的位置 几个地方告诉大家去看 299到315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弱支撑的 弱支撑弱 这个弱支撑的意思是到这有可能止跌 有可能止不住 那要看它的财报在下个星期怎么做了 他要说这个地方一口气直接砸穿了 财报非常的不好 那没办法 那就属于市场的power就是这么重 但是由于今天已经跌了百分之五点几了 其实已经price in了部分的财报前瞻不佳的预期 所以大家把这个位置当成一个阶段性的小的防守点位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走坡了怎么办呢 那就是下方的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的257到283 你就别错过了 真的是做长线Facebook的这个地方 那是非常强的支撑了 非常强的支撑水平了 你也别指望着它能够给你腰斩一次 这可能性不太大 好吗 因为Facebook这边整体的盈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无非就是说 评估隐私政策更改之后 它要相应的去调整策略 可能调整的时间会有几个季度的时间而已 怎么去应对这个状况 包括它的广告主客户对于这种新的情况 可能对于广告的定价也要重新有一些磋商等等 所以需要有些时间 但是位置怎么看 这么去看 上方这个压力没变 340 360要走破这个地方才能看到Facebook再次走上行 否则就是一个震荡行情 方向没有办法在大的行情上趋势上做一个判断 只能判断到这个方向之内 好 这对于Facebook的一个更新 好 再来说一下关于特斯拉的更新 好 特斯拉这边今天是在过去的两天 势如破竹 连续的放量往上拉升 破了历史的高点 而且也整个是没有回撤到 咱们在周三的时候讲过关于特斯拉 我们说有没有可能去到800到840的地方上 对吧 其实我们看到周五到期期权没有停到860的位置以下 那么我的价外的Butterfly也变成了废纸 这个期权也变成了废纸 不过其实这个就是做这个策略的一个特点 用一个较小的成本做一个盈亏比非常大的一个投机 对吧 成了很开心翻了好几倍 对吧 不成最大亏损也就那么多 一张合约几十块 十张合约几百块 对吧 几十张100张就是几千块的问题 仅此而已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对于持仓的朋友来讲 我们还是要做一下更新 因为一直在跟关于他的问题 之前的整个节奏现在不能乱 之前捡过仓的朋友 你捡了就捡了 捡了仓的朋友现在的仓位一定要 还是怎么说呢持有 因为他现在走的非常的强势 整个的我们说基本面 我们在谈到他的整个的财报的时候也谈到财报 其实非常的好 基本面也在向好 整体的估值当时我也给了一个提升 到了932块钱的一个上限 现在过了900大家其实应该很开心 这个情况就是减了仓的你就先不动 持仓的已经有部分还在持仓的 这些仓位不要再去随便去捡 现在这个位置不用去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形成了新的 破了新高之后的结构 这些地方840到875和776 812 这些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支撑 它未来回踩先要看840到875 就位置变得更高了 然后下方还有一个弱支撑在这里 776到812 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特别强势的那种 都是但是值得一防的地方 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两个地方 不破这两个地方 你其实也不用减 或者你认为你想设置移动止盈的 比如说第一个地方就是840这个地方 跌破一个移动止盈对吧 不跌破回踩这无所谓 看它继续上行持有为主 这对于正股的朋友来讲 这么去看待它 至于你想买特斯拉的 想追特斯拉的估值在这 932 7181到912 就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去的 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去的 整个的大的前景 特斯拉在越来越好 它越走整个的盈利的这种结构 越来越倾向于或者越来越明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回踩到这些位置上 长期持有的朋友可以去近一些 可以去缓慢的买一些 但你激进没有用 因为估值在这摆着好不好 所以大家跟着这个基本面 现在来做它的话 就更加的轻松一些 不至于说 到底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更低的价位到700以下的价位 目前暂时可能也很难看得见 除非要市场出现一些问题 才能够去买得到了 所以现在持仓的暂时不要再继续的 减仓减太快了 没有必要 你做滚动的 减掉的 把下面再把它买回来 类似这种情况 想做长期的朋友 以这种方式去操作 好吧 好 这个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个 目前的看法 然后还讲一下这个FTX FTX这边今天是 加了一个仓位 加了一点 没有加太多 在232.5加了1%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我最多的持仓在苹果和其他的 这个股票上 如果他加到2%的话 获取到6% 成为我的第一大持仓股了 暂时我还不想那么快 所以加了1% 把成本做到253.3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在下方的230这个地方还挂了一个1% 如果掉下来的话 再买1%的一个仓位 因为我之前还有一个230的一个 Spread的一个看多的期权在 所以这个期权最多 可以给我带来大概每股5块1的一个 收益 意味着最多可以给我的成本 降低5块1的一个成本 那么降完之后 差不多也能到240几块 如果230也买得到的话 那就是245左右的一个成本 持仓的价格 所以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但是他上看到哪呢 在这一波上行里边最多暂时 我只能看到大概250 251左右 太多的位置我还真看不到 暂时我说暂时 250到251这个位置 是有可能会去到的下一个 大的上行目标区间 但是这个地方到底能过不过的去呢 前面还顶着一个缺口248呢 所以呢 跟大家做个提醒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情况 到了下面230这地方再加一下 加一点点 不宜太激进吧 因为暂时是在水面以下成本 属于浮汇状态 所以呢稳扎稳打 好股票慢慢做 不着急啊 这个地方呢 成本很快就能够从浮上水面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上行的这个区间到250多块钱的一个概率 251的一个概率 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跟进 FDX 好 然后呢是这个PayPal这边 PayPal这边的情况呢是这样啊 最近连续下跌呢 它这个收购这个PINCE这边呢 确实是市场的反响非常的不好 不好呢连续下跌跌了三天了 对吧 百分之四 然后百分之五 然后百分之一 目前呢看起来还没有止跌的迹象 从形态上没有止跌的迹象 但是进入到了这个支撑区域227到253的位置上 怎么去看待 大家一定要记住227这个位置 是它非常关键的防守位置的底线 底线就在这里啊 底线 如果227被跌破 那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从它的价格上 它可能价格体系 或者它的价值体系 可能要被市场重新评估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持仓成本是放在哪里的 是放在215.6的 所以我不是很着急 因为我现在没有急着加仓 昨天我们说把这个单子不是也撤了吗 前几天 因为看到这个情况可能有一些变化 把这个单子撤掉了 现在没有任何的挂单点位 我想等它财报里边给出更多的 收购Pinterest的详细的信息和他们的想法之后 才去做一个决定到底是加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技术面的支撑位要守好 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跌破227往下走 我可能会尝试要减仓了 我先告诉大家我可能会要减仓 因为我要保证我的成本和利润 还要保护一下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它发生了一些基本面的变化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跟着市场来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新 所以这个后面我会进行一个更多的更新 PayPal这边的随时有什么新情况 再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讲解 暂时关键位置要看这 因为这到这其实还有点距离 只是提前告诉大家 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会比较的好一点 不然你还不知道它跌到哪里会止跌 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OK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PayPal的和几只股票的 全部的一些信息的一些更新 又到了周末了 还是跟大家讲一个 我们说预告一下周末的会员内容 关于投资风格 很多朋友喜欢选择成长股对吧 比如说未盈利的成长股 或者已经盈利的不怎么分红的 都拿来继续投入生产的这种成长股 比如Facebook也是 比如说那种小型的未盈利的成长股 很多的新上市的股票也都是 你喜欢做这样的股票 那么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成长股对吧 你要选择的时候 用哪几个指标去选择成长股 成长股做不做我也做过对不对 包括现在其实我还持有 我持有什么呢 咱们的老观众老听众肯定都知道 我持有Snow 我是240块钱IPO就买了 我是持有它的一直都没动 平常也没怎么讲 也没大家没看我怎么去分析它 为什么 因为我一拿好几年的那只股票是 所以我为什么会选择它们 对吧 我怎么去选择成长股 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跟大家讲讲我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跟大家本周的会员节目 然后到了周日的时候和大家更新 下个星期的RINO答疑的答疑帖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到答疑帖子下面 来留言 这个属于二级答疑的答疑帖 然后你加入了会员之后 就能看到这个 我每天在里面进行一个更新 好 这个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到了周末了 本周今天的收尾收的不是特别的好 在纳指这边 大家其实还是一样 你把投资和生活还是要分开 不要让投资影响到你的生活 好好的过过周末好好的休息 好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 我们就下周的同一时间 再见